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挑战不可能第六期节目中 狐狸狗催眠震撼全场 而评委董青更是现场接受挑战体验催眠之旅 为了与狗狗事件平行 他索性跪地凝视狗狗 数分钟后他开始眨眼睛 产生了些许疲惫 许多网友看过预告后 大呼清洁又当托了 在困了男胜中风大决战的第三比赛中 作为助阵嘉宾的海青 在现场对欧豪担心下跪 可是对欧豪的膜拜 此举不仅惊呆了欧豪 更是惊呆了全场观众 俏皮可爱 细心的网友将位于照片角落里的唐嫣放大 发现他在手肘手腕和膝盖处都带着护具 模样颇专业 网友评论 滑板唐好可爱 求滑板少女视频 把其他存货都交出来吧 之前有网友爆料唐嫣正在美国洛杉矶考驾照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唐嫣短坐在驾驶室里 旁边的确坐了一位像教练的师傅 唐嫣一身素颜打扮 看上去神情专注 心情十分不错 不过 有网友指出 去年7月开始 美国规定有绿卡的或者是他们国籍的才能考当地驾照 如果按照这些规定 唐嫣目前已经拥有了美国绿卡或者美国国籍 不过 也有网友指出 唐嫣很早就有国内驾照了 平常经常自己开车 这几张又不一定真在考驾照 也可能剧情需要 期待我们唐嫣正在洛杉矶拍摄的鬼剧来 期待我们的肖青 还有网友指出 迎亲考驾照去国外 主要是担心在国内考围观的人太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